就是我老婆问我意见 然后我说意见 他就否定我的意见 然后我说好好好那你这样 你看你跟这个 你这个表情就不对 这个表情就不对 你这个什么好 这个表情出来就是错的 我教了你无数遍了 说话的方式要变 老婆你说了算 就这一句话他老婆就高兴了 很简单的 我觉得 你太理性了哥们 对我真的很理性 你不用跟他讨论 哎你觉得这件事怎么做 我说我觉得这件事怎么怎么做 然后最后的结果就是 那是男人跟男人之间的那个 应该这么做 三次之后我就说 那好吧那你说怎么做 咱就怎么做 错 哈哈哈哈哈哈 我笑了 哈哈哈哈 虽然你内心会有挫败感 但是你一定要参与讨论 有句话最近眼睛下我说 他就跟我说然后我说 我错了 你说都对他 错 你这个态度又错 哈哈哈哈 我错了你说的都对 这就是一种这种就是什么 有气的就是其实我的前来只是 随你怎样 对 我只是让你开心 你让我作为一个钢铁直男 我当时都蒙了 我说你还要我怎样 我都不能说这个话 我要拿到跪在这 错错错 哈哈哈哈哈哈 来来你试一下试一下试一下 喂哎这样会不会舒服一点 原本的话是我错了 全都听你的 不是不是他的更可怕 他我觉得他 你再说一遍原本的话是什么 我错了啊 你说的都对 你说都对 换我那个话换我那个话 好 来来来来 来试一下试一下 感受我如果这么回答 我一般会这么说 哎这样想起来 好像是我真的是我错了 我应该早听你的的 嗯没事啊 那我们就继续走吧 好 哈哈哈 就两句就好了 你说那么多 什么废话我刚刚想 想什么 我感觉就被绕晕了 欢迎来到芒果TV综艺频道